安播籃球快訊 星期六早早NBA常規賽繼續進行 其中熱火將主營紐約人 直播屆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熱火近期比賽輸多贏少 上場回到主場後依然表現低迷 這次面對連勝不斷的紐約人 熱火主場淪陷在職 由於過去六場輸足五場的低迷表現 戰績下滑的熱火已經來到 季後賽資格的邊緣 老將羅利依然在雙兵名單中 而領袖尖美筆拿同樣有雙在身 即使出戰都沒辦法發揮全部功力 現在熱火陣中可以依靠的 只有艾迪拜約和泰萊希露這個內外線組合 他們均長得分都在二十家 但無奈受到其他隊友的支援少得可憐 老若病殘的其雲拿夫自然 沒辦法對他有太多期待 現在比雲信都以低效率著稱 上場更是十一投兩中浪費大量機會 金浦即使繼續助陣主場 熱火都看不到任何贏波希望 陣容方面 還有前鋒尼高拉組域和中鋒約特斯雲相決 紐約人近期豪取七連勝 風頭僅次於高歌猛進的攻陸 尤其是在祖師夏特加盟後 紐約人陣容更趨向於完美 J.賓信 難道同外J.巴列特三位 核心可以輪流爆發 同J.賓信同為大學隊友的祖師夏特更是 展現出了即插即用的效率 除了提升球隊外線火力 更以強悍的防守壓迫性幫助球隊穩住局面 紐約人之前面對賽爾特仁 甚至將對手得分限制在一百之下 而J.賓信不愧為紐約人增大腿 上場在他十八頭十五中獨得三十九分的幫助下 球隊以一百四十二比一百一十八大勝對手 同時還有三分爆發的基利美斯 令紐約人形成多點開花之勢 現在面對近況較為低迷的熱火 紐約人劍指白連勝 想緊貼MBA資訊? 快點追蹤我們Facebook 訂閱我們的頻道吧!